对很多部的现代人来说 千进大自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休闲活动 其实对我们继续在都市里的人来讲 我们用钢筋水泥把我们跟自然隔离了起来 常常觉得说我们在休闲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找时间去清进大自然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居家环境里头 也因为我们放进了植物或者放进了花朵 让这个环境有自然的气息在 很多人来对这个方法会觉得说 他会有点畏惧说 我不会插花或者是我不会种花 其实这些都是事情都是多虑的 其实你只要知道一些很简单的基本的方法 那你很容易就可以让这个花或者是植物 在你家里面可以生长得很好 或者做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美化环境的一个目的 那比如说我们一些鲜花 那么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手法 用这个密集的方式把它集合在一起 放在一个容器里头 那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些花 通常很多人说我不会插花 然后就去买了一把花回来 往冰子里面一头放进去 觉得就好像可以了 可是又常常觉得说 好像又差那么一点点 觉得不太那么漂亮 那其实这些都是有些简单的方法 我们只要告诉你一些基本的诀窍 你知道了 比如说在一个获利瓶的顶口 你在那个上头呢 用透明胶带呢 把它贴成格子状的 然后你再把花呢 一支一支的放进去的时候呢 这些花它就非常添花 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会达到你想要的这个形状出来了 所以其实插花 或者是种植花也是一样 都不是那么难的 只要你懂了一点点诀窍 那么你把这些诀窍掌握住了 运用在你的生活里头 那么你的居家环境 然后就会让你更有接近大自然的感觉了 比如说现在是这个紫阳花盛产的季节 紫阳花呢 它的花面很大 没有人把它叫做绣球花 那其实像几朵绣球花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你再加一片 比如说像今天看到的这个大的电信蓝的叶子 让它的这个面跟这个块状的东西呢 在几盒上面的一个运用 然后再加上一个旁边这个一大把的一个熊草 线条的 块状的 面状的 点线面 这样的一个集合 那么你就把这样的元素放在一起 在设计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把它们集合在一起之后呢 找一个很单纯的玻璃瓶 把它放在里头 那这个作品非常简单又很大方 非常容易做的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看 只有几个元素 那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作品出来吧 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呢 天气非常炎热 很让我们想到清凉感觉的东西 最容易的就是水了 那水在我们在花的设计上面来讲其实也是非常好用的一种元素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个作品 我们在家里面不见得要去买很贵的花器 家里面在厨房里面的锅碗瓢盆 其实都是我们做花衣设计里面来讲 非常好用的一种容器 比如像这里我们用了一个玻璃的盘子 那在这边呢 加上一些水 我们再放上几块鹅板石 那么花呢 你也不用去买很贵的花 我们买一朵 比如说像这个是紫阳花 或者是这个玻璃横之星 那么它一朵花上面有很多小花构成的 你可以把那些小花呢 拆下来 那甚至呢 有的时候你可以拿一些花的 比如说像玫瑰花的花瓣 把它丢在这个水里头 让它漂浮在上头 那么营造出一个很东方意味很强的一个气氛出来 那么如果说你在想要气氛的加强一点 你也可以在旁边把环境再营造一下 加上一些蜡烛或者一些装饰品 那么让这个整个作品呢 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也用不了什么技巧 可是它营造的气氛就非常的棒了 只要我们尝试着开始动手去做 那么你当你跟植物跟花朵开始工作的时候 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里头 即使我们是在都市里头 我们一样能够享受到大自然的气息